這個你寫在十四或十五頁 你找個小小空白 其實應該要一段空白 來寫一下 我要來簡單的談一下 AV線段的什麼表示法 來你把它寫上去 沒有 現在還在一次函數 這個講完我們再來講二次函數 來這個標題你寫上去 什麼叫做AV線段的表示法 完全都知道直線的特徵就是要總之他寫律 找直線方程式也不會很困難 但是我相信同學應該知道 我這裡畫一個座標軸 來我們先把這個圖畫出來 來你把座標軸畫出來 座標軸上兩個點 來這裡有一個線段 這裡有個A點 座標叫做S1 Y1 來這裡有個V點 他的座標叫做S2 Y2 我現在如果希望可以表示出AV線段 你想像一下AV線段上有一個動點P 來有個動點P S1 有不然我們還記得 在我們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講到這個主題 是透過什麼手段 透過什麼策略去解決它 小學 我們是用斜率擋於斜率 A點跟P點算出來的斜率 跟AB這兩點算出來的斜率一定一樣 因為這三點空間 所以同學我們來算A跟P點所形成的斜率 斜率什麼算 重軸差Y-Y1 來跟著寫 除以X-S1 重軸差比橫軸差這個是斜率對不對 它是不是會等於AV這兩個點算出來的斜率 Y2-Y1除以S2-S1 用斜率擋於斜率的概念 我忘記我一年級有沒有講 印象中該有的 那這個式子其實我們可以稍作怎麼樣 稍作處理 我們把它交叉向層 把這個層過來這個層上去 所以這個式子它接下來就可以寫成什麼樣子呢 Y-Y1除以Y2-Y1 它是不是就可以等於 來這裡是X-S1 除以S2-S1 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好同學那你知道 如果我希望表示出AV線段上的這個動點P 它的軌跡 我希望可以用AV線段 就是這個直線的這個部分集合 因為你知道直線的部分集合 可能是個線段 也有可能是個射線等等 來同學那你知道接下來要寫什麼 在一年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不是講嗎 這個東西要令它等於P 這個T 後來在勾2的項量 我們有講到這個T叫做什麼 參數 對不對 這個T就是參數啊 所以你是不是要想辦法 把這條直線寫成什麼是參數式嗎 所以來我們把它乘過去 這個XX 這個XX就可以寫成S1加上S2-S1的T 對不對 那這個Y就可以寫成Y1加上Y2-Y1 來我們這個寫一下Y2-Y1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我們跟一年級的時候 講參數式是透過協律 對吧 A跟P的協律 跟A跟B的協律 算出來是一樣的 稍作處理之後 把它交差相成令它等於T 我們發現這個動點P 可以寫成S1-Y1 就是它的起點 其實你起點要找誰應該是無法 你要找A跟B 誰來當起點無所謂 那後面是不是加上S2-S1B的T 那這邊是Y2-Y1的T 那這個T 我們來限制它的範圍 同學你還記得嗎 T等於多少的時候 會得到S1這個點 講話 T等於多少 T等於0 對不對 是不是得到S1這個點 那T等於1的時候 會得到哪一個點 對不起 T等於0會得到A點 T等於1是不是會得到B點 所以同學 今天你這個T 它的範圍 是不是應該要先置在0跟1之間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參數式 還記得這個東西嗎 不過其實我們一年級 在講這個參數式 比較沒有那種數學的感覺 你們知道嗎 參數式其實我們正式介紹 講的比較細節的部分 是在什麼時候講的 高二的空間向量對不對 那其實講到這個參數式 你還記得我們高二那個向量是怎麼講的 這個P是一個動點對不對 這個P其實是不是A點 再加上某個倍數的什麼向量 AB向量 那這個AB向量 同學 它是跟這條直線平行的向量 我們後來把這個AB向量 叫做直線的什麼 方向向量 所以你看喔 這個S2-S1 這個Y2-Y1 後面的坐標-前面的坐標 這個T的前面的係數 其實就是它的方向向量 跟我們高二旋的東西完全是結合 聽懂嗎 所以這個P你看 我們高二旋的那個來 這個P 這個動點P SY 它是不是這個A點 叫做S1-Y1 再加上T倍的 來 AB向量 S2-S1 Y2-Y1 對不對 然後你去限制這個T 在哪裡 0跟1之間 因為向量就是一個力量 對不對 就是你把這個A點 加上某個倍數的AB向量 這個T如果是正的 就往這個AB向量的正方向去拉過去 T如果是負的就往正方向拉 還記得我們以前講過這個嗎 可以齁 也許 來齁 好的 等一下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要講一個小小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班應該很多同學會處理 但是我覺得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再來進入所謂的二次行 這個題目來 我小學給他一個讚 等一下我隨機來問一個同學 它是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線段 它的兩個端點 來左邊這個點叫做A點 座標叫做31 右邊這個點叫做B點 它的座標是誰 我看一下來 37 62 有沒有人知道我的問題 問的問題很簡單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AB線段上 有 來幾個 什麼點 這是 SY 那個座標都是整處的 叫什麼點 格子點 來這個問題 身為一個遺囑的學生 怎麼能夠不會處理呢 來寫一下 我題目有寫錯嗎 沒有吧 格子點 來格子點 你把這三個字畫起來 所謂的格子點 我相信在座的同學都很清楚 就是它是一個座標 這個座標它的S跟Y 都是整處的點 那AB線段上應該有一些格子點 那這些格子點 到底有幾個 然後怎麼找出來 好 那要找它的格子點 其實非常簡單 首先第一件事情 好 你是不是應該要先把這個AB線段 先用什麼東西表示出來 參數式 AB線段上的點 先用參數式寫出來 那參數式同學 你應該不陌生 像空間中的直線 空間中的直線 因為它沒有寫率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意義是用方向向量 來做處理 好 來參數式前面是要寫一個定點 定點我們挑選 酸坤11 對不對 後面是不是要加上方向向量 後面減前面來 37減3 所以要加幾倍的T 34倍的T 來 後面減前面 62減11 所以加上幾倍的T 51倍的T 然後你的T 是不是應該在0跟1之間 好同學請你寫上去 你要先很快的寫出他的參數式 寫出他的參數式 然後等你喔 寫參數是這個小事 我最近很喜歡把黑板分割 報告分開 來那接下來 誰可以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給我們早餐做什麼 那怎麼找到這點點 接下來怎麼辦 很簡單啊 接下來要找這個34跟51的什麼數 最大公因數 什麼數 最大公因數 來請看這邊 34跟51的最大公因數同學是多少 17 來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要找最大公因數 因為同學 當你這個T的分母 指一聽 當你這個T的分母 是最大公因數的時候 34跟這個51 是不是除掉之後都會變成整數 所以請你告訴我 你的T 來你的T 當你的T等於多少 17分之0的時候 是不是會得到一個點 好 然後T等於多少 17分之1 又得到一個格子點 17分之2 又得到一個格子點 一直到最後17分之多少 17 是不是又得到一個格子點 找最大公因數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最大公因數 可以把它約掉嘛 所以你看 17分之0 17分之1 到17分之10 帶進去每一個都是格子點 好 所以我給你告訴我 這裡能夠找到幾個格子點 18分 18分 所以來結論 共幾個 18分 格子點 好 寫上去囉 那像有時候同學你看一些參考書 參考書這個東西它有公式 你知道找格子點的快速方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來 你旁邊寫個Key好 寫在旁邊 有時候你看一些參考書 它會告訴你快速找格子點的一個工具 來 那個公式是什麼 我跟你說 就是最大公因數在什麼 在加1 你看他們最大公因數是47 加1的話就得到格子點數 為什麼要加1 像以前的學生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要加1 因為如果你瞭解這整個流程的話 其實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加1 就會覺得理所當然 OK 來 那我們這個直線的部分 就不要談太多 因為格子點這個是一定要會的 好 有些同學可能不太熟 但是一定要會 好 要會轉格子點 好 那我們就一次函數 大概簡單的跟同學先談到這邊 來接下來我們談二次的函數 那二次函數其實說真的 沒什麼特別好談的 因為二次函數 拋物線嘛 大家都很熟 零點對稱軸 開口方向有沒有 零零那個都很熟 不過你在這個15頁齁 我看你找一個小小的地方 欸 來 這個等一下我會在旁邊 來你寫一個P 對 你畫一個開口槽上的拋物線 不會 只是一個圖而已 好 等一下可能再用一個小問題 如果有一個拋物線 來 我跟你說 他跟X軸有一個焦點叫做什麼 負9 然後這裡有一個焦點叫做負1 然後他跟Y軸 我看看喔 好欸 一個焦點 隨便找 假設叫做09 來這個 我想 小問題齁 我想我們都有處理的經驗 我從法域這邊開始問好了 來法域我問你齁 通過三點的拋物線 我們一般學生會怎麼假設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通過三點的拋物線 大家都會假設成什麼 AS58 加上B X5 再加上C 可是同學這種假設法是下下測 為什麼是下下測 因為這種假設法有三個位置數 你三個點帶進去之後 去寫這三個位置數 你肯定要花掉一些時間 然後這個題目如果 他是一個很複雜的題目 你是不是做一個題目 可能會超過十分鐘 說不定 來 那我現在問同學 請問你 這個拋物線要怎麼假設 才是比較漂亮的線 法域知道嗎 他通過-90 -10 還有-90 通過-90 代表說-9帶進去 Y會變成0 也就是說 這個二次的這個叫什麼多項式 他會有一次音式叫做誰 負9帶進去會講0 代表他會有一次音式叫做什麼 X10加9 因為負9帶進去不是會講0 他負1帶進去會講0 代表他會有一次音式叫做什麼 X10加1 可是前面還要什麼 乘上一個A 這個A這個係數 這個A倍是什麼 其實很不清楚 所以同學我問你 這個A要怎麼進去 把那個點帶進去 把09這個點怎麼樣 帶進去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A解出來 等下同學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可以這樣假設 譬如說 這種題目其實可以隨便出 來 同學你旁邊再畫一個開口 朝上的路線 他事實上考試的時候 他不一定給你X軸 他有時候會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是Y等5 然後看一下 如果這裡有一個點 這個點叫做-15 這裡有一個點 座標叫做30 這裡有一個點 座標叫做5 29 老師現在請問同學 同學這個就取一反三 考試他給你的點 可能有經過設計 除非這三個點是亂的 那你沒辦法只好跟他拚 來 那我現在問同學 通過這三點的 拋物線要怎麼展示 來 這個問誰 這個問你 邀君好了 怎麼假設 AKS怎麼樣 加1 加1 -3 -3 乘A 加5 加5 同學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1帶進去會擋個5嗎 3帶進去也會擋個5嗎 對不對 那這個A怎麼解 把這個529帶進去 聽懂的意思 不要每一次都用什麼 A是平常加B是加C 這樣子做真的很花時間 好 那我們可以看哪一題呢 你翻到後面哪 有一個題目 這題我就不講了 你自己可以做做看 來 往後翻 我們這一頁已經講了 好 這邊沒什麼好覆的 你翻到那個第16頁 OK 那個第三題給他一個讚 這個題目其實等一下 你可以自己做做看 來 看一下這個第三題 他說Y等於F的X 是一個二次函數 這個二次函數告訴你 他通過三個點 來 這三個點不是隨便給 3-1 1-1 那通過這三個點 同學你應該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二次函數把它找出來 聽懂我意思嗎 他給的這三個點不是亂給的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假設 那個第三題給他一個讚 寫個HW 自己回去做 聽懂嗎 對 第三題啊 這不用做了吧 這第三題就ABC三個點 好 你就做適當的假設 去把這個二次函數寫出來 然後你就看他問什麼問題 你就一個一個去回答就好 OK嗎 好 這很簡單 好 這就交給你自己囉 你現在感興趣你現在可以做 你現在就可以做收看 說不定在我下一題還沒寫之前你就做 那我現在要講的其實是他的那個 學生動動手的第一題 我相信這個第一題喔 我們應該全班都會做 但是我想複習嘛 複習就是 還是要假設可能有同學不太行 這個部分白 這一題也要三個讚 這個第一題喔 我來看一下喔 這是個非常基點的口 看一下對不對 每個旁邊都會做 H嗎 H 5 x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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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Y-S-V-A-C 好 三個贊喔 來 它下面有五個選項 同學 這個我要一個一個問 來 這個我想我們全班一起來做 同學你看他那個學生動動手的第一題 來 看這邊 他說ADC都是實處 有一個二次函數拋物線的圖形 如圖所示 他給你圖形 問你下面的每一個選項 我要一個一個問 來 第一個我來問那個誰呢 來問崇峻好了 崇峻我問你喔 他第一個問題他問你說 A是正的還是負的 來問崇峻 A看這個拋物線的 A是負的為什麼 對 開口向下 來 從A寫上去 這個A的正負是從他這個拋物線的開口方向來決定 來 開口向下 好 所以他給你知道A是負的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第一個選項錯 他說A是正的 這顯然不對 好 第一個是錯的 好 第二個 來 第二個 剛才問崇峻 那現在來問崇峻的好兄弟 來 我們哨棠 來 哨棠 我問你喔 B的正負看誰 你在講 B16A第一題 對 B16A第一題 B的正負看誰 B的正負看誰 對 想一下喔 B的正負看誰 不是把他畫成這個 真的是死活 來 阿隆 你說 2A分之什麼 2A分之什麼 負B 來 仔細聽喔 這個B的正負 有人說看對稱軸 來 這個對稱軸 叫做X哪個多套 2A分之負B 那也有人說 看頂點的X坐標 那頂點的X坐標 這個頂點在第一項限 所以同學你馬上判斷出來 這個2A分之負B怎麼樣 是不是應該是正的 對吧 這個2A分之負B是正的 來寫一下 這個對稱軸的位置 這個2A分之負B 你看是不是應該大於0 所以2A分之負B 大於0 對不對 可是我們第一小題 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A是什麼 這個A次負的喔 2A也是負的喔 所以負B是什麼 負B應該是負的 所以這一體的B應該是什麼 這一體的B應該是正的 對不對 從這個地方 可以判斷B的正負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第二個選項 我看一下 第二個選項是對的 B是正的 接下來第三個選項 來第三個選項 這個C的正負 這個我們來問誰 來問余欣好不好 來余欣 這個C的正負 看什麼地方 A case怎麼樣 沒錯 同學 這個拋物線 它跟Y軸會有一個交點 這個交點的坐標就是誰 0C 所以這個C請注意 這個C其實是它的Y結局 對不對 跟Y軸交點的Y坐標 這個是它的Y結局 所以要判斷C的正負 很簡單 看它的Y結局出來 好 那你從這個C的位置 馬上看得出來 來這個C應該是什麼 這個C是負 所以第三個選項 我看到C是正的 錯 第三個是錯 好 接下來 第四個選項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第四個選項 它說 V平方-Ac大於0 來同學我先問你 這個拋物線 它跟X軸有幾個交點 有兩個相異的交點 代表這個方程次有兩個相異的石根 所以同學它判別是 應該你從這裡看得出來 它的V平方怎麼樣 我們講-4Ac應該要大於 判別是大於0 有兩個相異的石根 不是嗎 好 可是我要問同學 這一題不是問V平方-4Ac 這一題是問V平方-Ac 好 那我們看看 這個要問誰呢 我來問那個 加想 加想V平方-Ac是正來的 你看一下 其實你看這個A跟C都是負的 所以負負得正 B平方也是正的 可是正的減正的 好像不太能確定它的正負 要怎麼看 B平方減低是正的還是負的 怎麼解釋 再思考一下 來那個聲音想 他-4Ac也是正的 是正的 他-4Ac 為什麼 因為減掉四個都是正的 所以減一個也是正的 好 就是你這樣看 V平方-Ac 你看喔 我們就用理智的條件 減掉Ac 那我們把-3Ac怎麼樣 你過去嘛 它是不是會大於什麼 三倍的Ac 同學我這樣寫 你可以介紹嗎 我從上面這個式子出發 V平方-Ac 是不是會大於三倍的Ac 同學那A乘C 告訴我正的來負的 正的 這個東西是不是怎麼樣 大於 對吧 其實看得出來 同學第四個選項 V平方-Ac是正的 沒有錯 這個選項應該要打 好 好 那最後一個選項 同學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 好 來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 他問什麼呢 A-B加上C 好 來最後一個選項 問中同學 怎麼得到A-B加C 很簡單 X-Lin他等於多少帶進去 又可以 E帶進去會得到A加B加C 那請問誰帶進去會得到A-B加C 想要想看 再還要想 負一嘛 同學你看 AKS等於負一帶進去嘛 所以你看這個 AKS等於負一 負一大概在哪裡 負一大概在這裡 你看負一帶進去的話 這個圖形是不是往下 對 你看這個拋物線張下來 有沒有 張下來 所以這一個點 這一個點 來 他的AKS座標是不是負一 他的Y座標就是說 A-B怎麼樣 加C 對吧 所以你應該可以看出來 A-B加C應該是負的 應該是負的 沒有錯 當AKS拿來負一帶進去的時候 Y會等於A-B加C 他是負的 所以第五個選項我看看 第五個選項 過來 可以嗎 看函數值 那這邊教同學一個方法 來 所有同學看這邊 來 看這裡 我跟你講我教你一個快速判斷B的正負號的做法 來你仔細聽 同學你看這個拋物線跟Y軸是不是會有一個焦點 那這個焦點 他跟這個 拋物線 來你看 他是不是會有一條接線 來 同學你把這條接線畫出來 來快點 我等你 這個拋物線跟Y軸都會有一個焦點 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焦點 來畫一條接線出來 跟這個拋物線相接 好 這是切線 來我跟你說 同學這個切線的斜率是正的還負的 正的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B就是正的 看這一個點 等切線的斜率 這個斜率如果是正的 B就是正的 這個斜率如果是負的 B就是負的 那你如果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從斜率可以看得出來 他要等三連擊下來 超強 真的真的 微積分就一個詩子就可以解釋了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學微積分 所以我們偷偷拿來用 聽懂嗎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切線的斜率 understand 知道我在講什麼 了解嗎 看切線的斜率 好 那我這裡要補充一個小小的問題 這個 你在這裡找一個空白的地方 來我來補充一個 最近我看到一個 我覺得很喜歡的一個問題 看你一下 寫一個考考你 會很多 其實不會很多 要畫圖 而且要畫兩個 首先請同學畫一個開口向下的拋路線 好 好 然後 X軸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 來 Y軸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拋路線 它叫做 Y等於 AX平方 加VX 加C 好 我個人喜歡這個題目 我覺得它設計的真的是不錯 好 然後來 這邊接下來 畫另外一個 看一下喔 水 好 好 來這裡喔 這裡有一條線叫 L1 來這裡 這條線 這條線叫做L4 然後這裡 來這裡有一條線 這條叫做L3 L3的話 來文字寫在這邊 好 然後 最後 來這裡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 叫做L4 那這個問題它問什麼呢 很簡單喔 它問的問題是這個 折 A倍的X 加上B倍的Y 再加上C等於 最有可能是 這次比較實現的 來這個題目 我可以先把它寫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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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